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Sport Hybrid混合动力技术的一大特点 分离独立驱动 我们先来看一下小视频 混动 但不混动 智能实现电机与发动机的独立驱动 不同路况谁合适谁上 不做无用功才是聪明派大 独立驱动更高效 一张简单的结构示意图来帮大家了解一下Sport Hybrid混合动力技术的驱动逻辑 那么在EV纯电动模式下 是由电池提供能量通过电动机来驱动车辆 那么发动机还可以独立驱动车辆 此外呢 还有一种混合驱动模式 是由发动机来发电 然后再通过电动机驱动车辆 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其实这个逻辑特别简单 就是同样是驱动车辆这个活 谁干的好 那就谁来干 那我们日常在开汽油车型的时候 我们会想它到底是什么模式下最省油呢 其实是当你的变速器挂到了最高的档位 然后车辆在一个高速巡航的这种状态下是最省油的 那么OK 在混合动力车型上的这种模式 还用发动机来驱动 那么其他的模式 比如说带速 比如说起步 比如说这种加速的过程中 抱歉 发动机在这些工况下干的都不好 那么我们来一个更好的驱动 也就是电动机来干这个事 但是这样的话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你把这么多的活都给电动机来干 没有那么多的电 这怎么办 所以呢OK 我给你发动机一个最好的工况 你在这个工况下运行 效率很高 然后你来发电 发出来的电量呢 然后再传递给电动机 对车辆进行驱动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逻辑 就是让发动机和电动机 在各自效率比较高的区域 在各自擅长的领域 分离独立地来驱动车辆 这就是Sport Hybrid 红红动力科技的一大特点